如果你来过杭州却还没住过这家酒店 只可能有两个理由 一 预算不足 二 品味不够 当大部分酒店还在发愁如何做餐饮生意 吃一顿金沙厅就足够你在杭州99.9%的酒店住一晚 关键是你还得提前预约才能吃得上 他把西湖游船早餐也做成了现实 到底是什么魅力 使得他如此需要预算 却依旧能好评不断 稳居国内四季酒店旗舰 成为塔尖客人们在西湖的后花园呢 不妨从选址说起 地址布上的林尹路 正好踩住了西湖的黄湖要道 又兼顾了上山的必经之路 远看只见酒店的名字刻于时尚 往内走是极为阔气的潜艇 酒店的开场就已经宣言 我们来的既是酒店 也是江南庭院 大唐空间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 四季必备的花艺置于水台之上 木制隔窗 灯若游龙 注意到酒店的空间 大量采用了连廊线接 电梯使用被尽可能的压低 室内室外的切换 往往只需要一道门而已 而且很巧妙的是 在许多节点都设置了小景 这都体现出细节的功夫 它是真的把酒店 做成了客人们的专属景点 近期酒店在体验设计上 还结合了宋朝风雅 在大唐一遇 可以点茶 也可以跟着老师学习受晶体描红 参加起来比较轻松 但有仪式感到位 西子湖四季的基础房面积 都来到了60多平 设计风格上走的是沉稳路线 我这次住的豪华远景房 一进门采用了玄关分隔隐私 紧接着是面积阔绰的卧室 起居和阳台的一体化空间 床体半包于木制隔断中 类似于箱体 mini bar对饮品的配置 非常的充裕 酒店的前吊电话中 听说我要来加班 而不是纯度假 居然还专门拿来了显示器和一套对应的办公设备 难怪VP们都喜欢四季呢 尽管这个房型没配置户外的阳台 但面积还是给的很大气 卫浴空间做的大胆 却又细致 帘幕半卷是对外 玻璃拳头是对内 洗漱用品的收纳和泡泡浴的设备都很显心思 欧龙备品更是许多四季酒店的标配 这家还会夜床礼的时候额外加增 分享一个小窍门啊 资深且专业的四季酒店开夜床服务 是会给冰桶补冰的 对于诗酒趁年滑的朋友们 这个细节特别适用 这家四季的精髓完全不在客房 一是开篇提到的选址 除了可以加预算从专属码头坐船 甚至船上早餐以外 更丝滑的欣赏方式 其实是骑自行车 四季的位置上下山距离是接近的 我推荐体力好的往山上走 自成一片风景 二是同样开篇提到的金沙厅 他家的许多菜品 都有着在别的中餐厅没遇见过的吃法 就连小小一碟酱 都有着不外宣的秘方 头一次来的话 鲍鱼红烧肉应该是必点名菜 说起红烧肉 怎能缺少酒 金沙厅对中国葡萄酒的重视 还挺让我惊喜的 酒单厚厚一本 香槟都能翻出好几页 此外哥本哈根起泡茶 也是早期在这里被带火的 最近泄计 可以多尝试一些硬技才 三是大部分人可能忽略掉的SPA 单身请直接滑走 这家在体验设计上别具匠心 空间上延续了私家庭院的感觉 芳寮市采用了三进式的空间 幼泡泡鱼 还会搭配冰鱼 为这次体验的新项目 沉香幼谷养生护理 做好了铺垫 柚子呢 其实是古代文人雅师 情调生活的常见道具 这一护理体验不仅增加了 沉香薰衣环节 而且还会专门洗手 在仪式上称为卧冠之礼 恰好又把吊椅给用到了 最后再拂椅按摩 让人梦回风雅送 有限的时间 其实真的很难将 这家四季的细节一一道尽 它就像一部充满细节的中篇小说 逻辑缜密 有文才废然 比如晚上才在金沙厅用完餐 次日又会在早餐厅与金沙厅的典型相逢 重复一次仪式感 比如专门为节气而设计的鸡尾酒 不仅有故事 而且还会附赠相应的邮票 这家酒店真的不太需要用文案来渲染 当我们白描记录下自己的经历时 便已不知是四季成就了今天的西子湖呢 还是西子湖成就了四季的 如梦 似幻